追查才知道它是有黑箱作業 它是有內線的這種勾搭 這個請主委 我們標案系統實際上都有這些資訊 是可以共查閱的 是公開的 那我現在就是要提高政府採購的透明度 就是說為什麼這一家決標之後 為什麼是這一家 我們要要求他評審名單要公佈 然後評審的意見也要公開的 讓社會來公開講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這個制度裡面有參加評審的委員 他還可以反映 這評選的過程有沒有異常的狀態 假如異常狀態我們會去追查 這異常的委員他的行為 另外一個我們要來探討的就是說 現在政府的採購除了大型的工程之外 因為現在電腦智慧手機的普及 所以這樣的一個APP的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推動 也是政府一個很重要政策推廣的一個內容 那APP其實也很多是招標的 但是我們看到行政院各部會 現在APP非常多 行政院各部會大概就有上百個以上 然後各縣市的縣市政府 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個APP 然後像台北市政府的APP就高達20個以上 那其實裡面有很多問題 這種APP或是國營企業他們LINE也有推自己的貼圖 像郵政公司就有自己的一個貼圖 那這些政府所提供的APP的這些服務 當然都要經過政府採購法的一個公開招標 找到合適的廠商開發軟體 那問題是得票的廠商都是老面孔 或者是大企業 那當然老面孔或者是大企業 並不完全就是說它是弊案 只是說我們的採購是一個僵化的制度 那這些官方的APP下載率都不高 你看看台鐵官方有一個台鐵依定通的APP 它的下載只能查到台鐵的時刻表 那民間有雙鐵時刻表 就是台鐵跟高鐵的時刻 而且方便他們接駁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台鐵的官方本來下載的只有5萬次數 民間版本下載的次數高達100萬 這個就是政府採購是在亂花錢 那這裡面表達一個原因就是說 應該讓優秀的年輕人也有機會來參加 這種公開的招標以及採購 鼓勵年輕人嘛 不要每次你看像這種 相關的小港 像小港機場的APP 它得標也是中華電信 都是大公司 我們應該要鼓勵年輕人 很多優秀年輕人 來創業 來參加政府的公開 我們看這幾年中小企業 現在得標好像都是大財團大企業 中小企業這幾年 採購的比率是下降的 在101年度還有63% 102年度變成55% 下降了8% 中小企業採購下降了8% 那採購的金額也少了1309億 中小企業是台灣負責主要的 就業市場的一個主要的單位 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中小企業 但是參與政府採購的比率越來越低 下降了8% 然後採購的金額也少了1309億 中小企業是這樣的 更何況是一般優秀的年輕人 像政府的這種APP 他們就沒有辦法去參與 但他們設計出來的東西 又是社會大眾大家在用的 你看民間版的雙鐵時刻表 下載次數高達百萬次 自己官方花大錢的才只有五萬次 這個請主委說明一下 報告主委 報告委員 中小企業參加採購 實際上我們採購法已經有獎勵措施了 是依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去把它加 它可以優先取得的 那看採購機關它是不是採用 8%金額少了1309億 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個公共工程我們要距離去檢討 是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也是推廣 希望採購機關呢 可以用設計筆圖的方式 讓你這些 主委我具體建議 在三個月內要召開一個公聽會 針對 最低標 以及最有利標的問題 還有 中小企業 參與採購比例下降 採購金額下降 的問題 另外一個 就是像這些官方的APP軟體等等 就是要鼓勵年輕人 來參與政府的採購 這個有沒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 我們遵照辦理 謝謝